美國政府週五宣布將擴大培訓烏克蘭安全部隊的範圍 幫助烏克蘭打擊俄羅斯方面支持的分離人士 美國秋季開始已經在培訓烏克蘭的國民警衛隊 現在培訓將擴大到包括烏克蘭正規軍中的小型作戰部隊官兵 培訓地點將在烏克蘭西部靠近波蘭的地帶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 美國目前的重點是繼續為烏克蘭提供不具殺傷性威力協助 目前沒有計劃為烏克蘭提供任何武器